哈喽,大家好,小张今天又来干喊了 太炎热了,真的是太热了,我今天给大哥修班了 今天是我们家大侄给我拍视频,大侄你开心吗? 开心 热不热? 开心 今天挖给你吃好吗? 好的 现在开始 太胖了,出来容易中暑 在家休养,吹着空调,吃个西瓜 让我出来呢,抓点海鲜给他吃 这个男人 太过分了大侄 顾腹怎么样? 挺好的 这个菜式确实有点心薄大侄 还行 放点蛤蜊回家给你吃,好吗? 好的 这个地方蛤蜊比较多,经常来 所以说不会空着手 出来不想空手而归 烧摊上 其实他用手挖比较 能感觉到,触摸到那种感觉 这天太热了,今天有36度吧? 差不多 拼了,为了吃拼了 为了拍视频拼了 看蛤蜊 我们再去找一窝窝吧 下面又发现一窝 感觉还不熟的样子 看看 上面就有两个 先把它两个提出来 下面也不熟 你看拔一下子 好多朋友都说喜欢看我拔蛤蜊 你们是因为感觉这样的收获很爽 还是感觉很轻松呢? 但是真的太热了 最近好多粉丝都跟我说带孩子来日照了 我的天啊,就是 因为我这边赶海吧 感觉就好像很轻松了 其实已经出来半天了 大家的话就是 体验一下吧 主要是这种体验比较重要 孩子开心啊 我还得赶海吧 有份潮水看风向 瞧不瞧的 不一定每天都有好多的内心货 如果孩子看到大海就已经很开心了 孩子开心最重要 还有一个就是防晒 我的皮肤已经太脏了 哇,有蛤蜊又有蛤蜊 只要有输过我觉得就值得了 吃过了 大家都是我吃过 真是的 再收一些 这会儿它起了点风 稍微凉快一点 刚刚下来那会儿 满头大汗 脸上浮的防晒霜 整个都在脸上破晒一样 真的 太难受了 粘粘糊糊的 这些够你功夫吃的了吗 够了 够了 那我再抓你别的吧 光吃一样 你功夫太嫌了 嫌的 觉得太单了 太单一了 好的 走 走过来这边发现一只这个什么 你知道吗 大叔你见过吗 没有 这个 像什么 哦 他这个头上是 怎么还动啊 死掉了 他这个头上还是个残缺的 这是一个什么虾 我想起来了 我去年冬天捡到过 好多网友给我评论 我说是什么犀牛虾 枇杷虾 什么虾 好像哦 网上吃播的一些大号都在吃这个东西 好吃吗 我没有吃过呀 上次我剪到丢了 他们说可贵了 上次我剪到两个吧 这个还好吗 不过闻着没有腥味 而且头还没黑 这样的虾是回去可以吃的 你看他的尾巴很漂亮 要不回家给你顾腹尝尝 嗯 他应该比较喜欢吃这种没有吃过的 对呀 尝个新鲜吧 他这个肉还可以 就一只吗 再找一找吧 我们待会前面找一找吧 哦 看这边还有一只 这只黄虾还大耶 他这个颜色也挺漂亮的 这个壳是粉红色的 这个是完整的 哎 这个是完整的 而且没有残缺 哦 他这个爪 这也是好的 只不过就是死了而已 吃是没有问题的 吃正常可以使用的 回家蒸一下煮一下吃 这样的一个调料应该味道不错 你也尝尝吧 大哥 好的 看你内心是拒绝的 哦 前面还有哎 好几个 这里怎么会这么多吃的 我说实话一般没有剪到过 这样子的还可以吃吗 还新鲜吗 是不是会是后面那个小船 放往蜡下的 他们不要了 可能是 啊 可能是后面的船 这个有的是不吃 回去查一查 那那边还有一对 都冲到这一片了 啊 这样子的话咱们三个人 他们也不会是爬了沙之后 被晒死了 也有可能 天太热了 对啊 这个潮水搁浅在这里 而且 太热了今天哦 真的是为了吃拼了 回家给你们收一些好吃的 让你们尝一尝啊 尝尝鲜 我说实话我也没有吃过 行 这次回家尝一尝啊 来 这个也是残缺的 头上有一点点不完整 但是没有问题 头也不好吃 主要是吃到这一块肉吧 啊 瘦了啊 太热了 啊天太热了 躺了好多汗了 我感觉 特别的 是不是中暑了 好 好疯啊 感觉 特别的难受 没事吧 不知道呢 感觉太热了 回家吧那就 那回家吧 回家买一瓶 我想蒸几水喝吧 太热了 那我们这期就先到这里了 看看收获吧 挖了一些蛤蜊啊 还捡了这些大虾 走了我要回家了 太难受了 下期再见 拜拜 为什么 为什么我抓的海鲜你都不吃 你怎么还不耐烦了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张 这是我今天在海上 吃过的这个犀牛虾啊 我打算回来家蒸一蒸 给大哥吃 好吗大哥 嗯 把锅上 应该蒸一下就可以 这跟蒸黄蟹是一样的 好几只呢 洗一下 洗过了 它冲干净了啊 再蒸个三五分钟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虾吧 我也没有吃过 我网上看一看 人家都是怎么吃的啊 哦 确实有好多吃这个东西的 好像还挺贵的呀 这是叫犀牛虾 还叫琵琶虾 我看看人家都 啊他们就是蒸出来 然后找了一个粘料 做了一个粘料 就蘸着那个料汁吃就可以 就跟翅膀蟹是一样的 看到吗 倒了点醋 哇 看起来吃的好想吃 好啊 我们一会就可以开吃了 应该是熟的吧 哇塞 夹出来放盘里面 就可以享用了 看起来样子是有点恐怖哦 大哥先来一只尝尝吧 我不想吃你吃吧 为什么 为什么不想吃啊 看这有点恐怖 我清苦苦去海上给你收的也 你先吃先 为什么 尝尝没 这怎么打开啊 香肉看起来还不错 大哥想吃吗 啊 看我把这个盖 拿个剪刀来剪一剪吧 我把两面的壳剪开了 尝尝这个肉怎么样 可能在回来的路上有点不新鲜了 这天太热了 肉质的话可能没那么紧实了 我就弄点醋啊 蘸一下这个调料 跟普通的虾味道不一样 跟蟹肉的那个味也不大一样 很鲜 反甜 鲜甜的 还挺好吃的 我吃完这一只大哥你吃吧 好吗 听话这个东西可贵了 还有一点点醋 哦果然是好东西 味道不错 就是这个虾头 也是一些肉 哎呀这味道真好吃 没有缓我这一只 大哥你来吃一只吧 我给你拍 对他上面特别刺 所以说要小心一点 不要刺到你的小嫩手哦 先把它剪开 尝尝 你也是第一次吃吧 嗯 怎么样 嗯 啊 评价一下子呢 大哥的语言可能会丰富一些 有点螃蟹的味道 嗯 有一点哈 嗯 不像虾肉更偏向于像螃蟹 嗯 嗯 嗯 面包蟹 嗯 很像面包蟹 蟹蟹肉都没有 鲜甜可口 入口甘甜 那你都吃了吧 好吗 陪你留着吃 为什么 为什么我抓的海鲜你都不吃 我不吃的吗 你为什么吃的那么少 你怎么还不耐烦了呢 这一大块肉出来了 还有下馅 都是小事 怎么样 臭了这只 有沙 那怎么还有沙呢 就那些黑色的那是什么 那个虾线 里面是沙排的变 你不弄掉 这一只好 你看这些颗 就像它的盔甲 它里面还有内衣 还有内衬 这样吃还会好一些 比较过瘾 这个比较完整 尝尝味 不不不你吃吧 你吃吧 你看 大哥吃海鲜了吧 他们都说大哥天天不给你吃 都说我不给你吃 你吃的还少吗 从小吃太多了 真的不太爱吃 狂了你 你妈妈吃吧 跟大家再个见吧 道个别 相当 THO 说 对 是 对